一生信仰 传爱千里 欢迎收看Oh My God之微笑福尔摩沙 我是杨玉昕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来自美国的神父 在台中清水街头 常常可以看见他高大的身影 传说在清水的街头相位之间 推展他的牧林服务工作 他是增险道神父 来自美国的他用一生的岁月 来到万里之外的台湾 造福清水地区的民众 成为了清水地区天主教友 最重要的心灵依靠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 这位教友口中的肯德基神父 六十年来他如何无怨无悔地 在台中清水挥洒天主大爱的美丽故事 一如往常在清晨的六点 增险道神父就起床准备 开始他一天的行程 六十年来 增神父用一贯的节奏与步伐 执行他身为神父的职责 履行天主交付给他的使命 神父今天是平日弥撒 什么 今天是平日的弥撒 平日 每天早晨的弥撒 是清水地区的天主教友 一天心灵启发的开始 在增神父的引导下 感受天主的临在与关爱 现年八十七岁的增神父 家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他十五岁时 就立志要当神父到海外传教 年轻的时候 就是到天主教的学校 有一个玛丽诺会的神父 来给我们演讲 他说 那个世界要耶稣 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应付自己圣神之名 给他们休息 所以我听了 他说 好多人还没有机会 听到耶稣的福音 所以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意义的一个工作 在修院经历了十一年的学习后 增神父在二十六岁时 尽夺成为神父 之后就被玛丽诺外方传教会 派来台湾传教 我都不认识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说台湾 他们说FOMOSA 我是1958年 我47年来到台湾 语言不通 所以第一就是要学语言 才有沟通 对不对 增神父在玛丽诺修会的会院 学习台语十个月后 就被派往彰化厄林 北斗 田中等地 宣扬福音 为了和教友沟通 增神父拼命地学习台语 现在他的台语 可是说的比许多台湾人还道地 比如说在台湾学 小朋友你几岁 我通常说我八岁 那些人说我背后 我背后 我背后是什么 我们台湾就说 现在我几岁在找过 我几岁在找过 你听话 但那边说 更好你做这个 你这整个 你这整个 我猜是什么 离开彰化之后 增神父陆续来到台中三明路 和沙路天主堂传教 1985年 增神父传教的足迹 来到了清水天主堂 一待就是三十年 如此丰富的牧林经历 也让他练就了国台语 双生代的实力 有些人老了 会说一句 但是不要说国家 有些人都不说一句 所以有这个困难 不通 我台语和国家 就会通过很开心 增神父深深了解 语言的重要性 在繁重的牧林工作之外 他还利用空闲时间 指导教友学习英语 培养语言的能力 First Web Browser Worker said First Web Browser First Web Browser Animation Animation Studios Studios 生活怎么 一般我们都study No,对,studio Study就是study Study English Studio就是那个办公室 办公室 Studio就是办公室 曾神父指导教友 学习英文的方法 就是一直练习 直到熟能生巧为止 神父会讲中文 所以有一些单字 我们用英文真的听不懂 是什么意思 我们就会用中文来解释 所以就比较听得懂 我们主要的是 我们的发音 不太 都是比较属于 很久的那个方式 神父就一直在矫正我们的发音 他对发音要求很多 发音要讲错 他就一直通 他要音调 音调 音调,对 没有说 你讲话会 我说你讲话会 对不对 你讲话会听得懂 他就一样的错 曾神父和蔼可亲 平易近人的个性 深受教友喜爱 在教友的眼中 曾神父不仅是位信仰的导师 更是一位慈祥的长者 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比如说早上啊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点心 餐点就是会拿来跟神父做分享 你们就 我们就送饭来 然后也陪神父聊聊天 对对 我们常常就会陪他吃饭 但是大部分他一个人吃比较多 神父还习惯台湾的那个料理 菜籽 还喜欢 很喜欢 很喜欢 台湾料理很好 对 我来的时候 六十年前 都是汤 每一个都是汤 每一个都是汤 但是那个时候都是 天气很热 都要多喝水 喝汤就很好 可是现在不必 现在不用了 不用了 凭借着对天主的热忱 曾神父努力学习语言 用流利的国台语 拉近与教友之间的距离 更让自己深耕台湾 有了最重要的凭借 也在台湾这片土地上 写下了动人的故事 位于台中西区三明路和公管路的交叉口 有一栋红色砖瓦砌成的建筑物 这是来自美国马利诺修会所成立的会院 每一位从国外来到台湾的马利诺修会传教士 都会来到这里学习语言 了解文化 增进传教功力 马利诺修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修会呢 他们来到台湾之后又从事了哪些工作呢 曾贤道神父在修会中 曾经发生哪些动人的故事 现在我们就随着曾贤道神父的脚步 一起来走访马利诺会院 认识马利诺传教士远渡重洋 来到台湾彰显天主大爱的生命乐章 每周一是神父们的休息日 曾神父都会来到位于台中三明路的马利诺会会院 与同事来自马利诺会的神父们叙旧 同时缅怀以前在这里的时光 这就是我们马利诺会馆 我们在这里也是学台语国语 在纽约我们的总会都在这里 这边是我们的创造马利诺会的两个神父 1911年就是一百年前 就是派到中国刚刚好是一百年 生活之前 刚来台湾就在这边生活 就在这里生活 住在这里 读书就是在楼上 住也就在楼上 神父之前你住哪一间 我住在这一间 哪个神父现在在这里 别的神父在这里 可是这就是我的房间 马利诺外方传教会 又名美国天主教传教会 是美国第一个天主教传教修会 福传的足迹遍及亚洲 非洲 拉丁美洲 自1951年起 马利诺会派遣美籍传教士到台中教区 从事牧林福传和关怀弱势的工作 孙显道神父就是其中一位 马利诺会的神父生活非常的简朴 你进到他们的房间 一个床 一个桌子 一个衣柜 那出去外面 十分钟他就可以打包 到新的任命的一个地方 他去到一个地方 他忘记他是美国人 他深入当地的文化 当地的生活习惯 他们来台湾过去是坐船 纽约坐火车到旧金山 旧金山就这样子到台湾 大概机动上岸 然后第二天就在语言中心 开始学85%人讲的台湾话 李玉美原本是马利诺修会中文和台语的教学老师 目前负责玛丽诺修会的会计工作 他曾经担任曾神父的中文老师 对曾神父的学习表现 有很深刻的观察 第20年前吧 曾神父跟我学国语 因为他台语已经学过了 所以他的台语很冷静 所以有时候那时候 老师如果不能来上课 他会代替老师去教学生 跟老师说台语 老师跟老师说台语 这是很肯定有的 所以对他来说 说台语很像有多年一年一年 很简单 这间是我们的语言学校 以前是在前面比较客难式的 那后来我们神父就专门盖了这一栋 来供学生来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视讯上课的情况 好 后来 马力诺会语言学校 是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方式 许多来自马力诺会的外籍传教士 都是在这一间间的小房间里 透过一字一句的练习 开启他们在台湾牧林服务的旅程 在这里有神父在用的 迷萨监本 圣经的传托 迷萨的几天 这都是国义的部分 有报报报报 这边就是主持的 这部分是台语的部分 台语的迷萨监文 这是台语的罗马评音 也有汉字来对教 早期的诊神父在学 国义的时候 他不是用大陆评音 是用耶鲁大学评音 不像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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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伯伯伯 罗伯伯伯 这个很好 这个没有大陆评音吗 这个很好 精通国台语的曾神父 非常乐于将他学习 国台语的心得 分享给新晋的传教士 让新晋的传教士 在台湾浮沉的道路 可以顺利展开 66年来 玛丽诺会的传教士 在台湾从事 牧林及关怀弱势的工作 传递着天主爱的福音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群传教士 都已经变成 白发苍苍的歐吉桑 他们用一声 谱写了玛丽诺会 服务中台湾各地的 美丽传奇 马丽诺会 从1951年 派遣美籍传教士 来到台湾中部 从事牧林扶船 和关怀弱势的工作 为台湾无思无悔的奉献付出 深入在地感动人心 身为玛丽诺会 会士的曾贤道神父 在1985年 来到清水天主堂 担任本堂神父 一待就是33年 这期间 他更秉持地 宣扬天主的慈爱精神 热心服务 台中地区的弱势族群 数十年如一日 成为了清水地区 教友心灵 最温暖的依靠 而尽管他年龄 已经是高达87岁了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但是他每天 还是一如往常的 奔走在教友家庭 医院和公园之间 来探视那些 需要被安慰的人们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自诩为 镇港清水人的 曾贤道神父 如何用他坚定的步伐 秉持天主的大爱 不辞辛劳地 看顾这群天主的小羊 大姐们 你们现在是要去哪里 我们要陪神父去探访 安养业探访教友 就是生病的教友 开车载神父去 对我们平常都开车载神父去 清水天主堂与清泉岗相邻 有许多老荣民居住在附近 曾神父来到清水天主堂后 宴开始定期前往附近的医院或安养院 用实际的行动关怀长者与弱势朋友 传递天主的大爱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拜访教友呢 神父身体不是很舒服 他从来没有讲一句No 在我内心里面时常会说 这个不要去 今天天气不好 然后神父你身体不是很舒服 可是在我的印象中 神父他从来没有拒绝任何一位教友病人 握着长者的手潜心祈祷 在曾神父辛苦奔走拜访教友的背后 是他身为神职人员的职责 更是他爱人也救新的实践 他就在那个楼上嘛 二楼啊 他打电话给我 后来我马上过来 他说他好像中风了 他从上面穿好衣服 他是自己从那个楼梯这样 自己这样给他滑下来 因为那个救护车那个担架也不能上去 那个门关上 他门都锁起来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打开 他就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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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这边 再用担架给他抬出来 就送到医院了 你看到他这样子这样 就受这样的辛苦 然后就从楼上滑下这样 当然是不舍啊 可是他就觉得他的毅力是很坚强的 看到神父这样一搏一搏的走来 教友们很感动 说哎呦神父年纪那么大了 走路又不方便 神父进来来看我们 神父就很自然的说 看到你们哥哥都好 他也很开心 那当然教友们都很感动啊 虽然行动不是很方便 曾神父仍终日奔忙 去关心需要的教友 许多教友都表示 愿意照顾他到终老 只是玛丽诺总会规定 曾神父退休后 必须回到美国总会安养 让教友们感到非常不舍 我们不要回去美国 不想回去 可是我们的委员说 一定如果你们退休 你们的身体不是很好 你们回美国 不要麻烦他们 教友很多都 神父们你们留下来 我们会照顾你们 可是神父们说 我很想 我很想 可是呢 我有一个更崇高的目标 你们不要为了我 我退累了你们 当教友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尤其耶稣基督的爱 那种爱神父你就觉得 我安全都给了 我就好像已经把我的使命给你 我也受到了一个丰富的一个回馈 所以他就心满意足 不舍也没办法 真的是因为是他们有 修会修会的规定 因为神父年纪大 他还愿意这样八十几岁了 去看我们一些教友 去看一些不舒服的人 看到我们神父这样 我想说我们应该要像神父这样能够 天天去面对 面对一些的事情 不要说 为什么给我这样的那个十字架那么重 让我怎样神父都不会 我愿意走我的十字架 我们所谓的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他已经把一个福音传到我们这个地方 最后我们必须要自己 坚强起来 去继续 神父他所扶传的福音 我们继续地传下去 来台湾已经超过六十年的曾神父 在2017年获得中华民国身份证 周围来自美国的阿多亚神父 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 成为驾杠的台湾人 很高兴地能那么久来这里服务 六十年有很多朋友在这里 很多很有感情的人在这里 可是有一天我们都要走 对不对 感谢的感觉就是能在这里 认识那么多的人 也为他们 跟他们在一起为他们服务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 身为玛丽诺会传教士的 曾贤道神父 在清水地区撒下了福传的种子 用入境随俗的心意 实践玛丽诺会弘扬福音 无误他人的精神 他高大的身影 就像是圣堂中挺拔的圣柱一样 为清水地区的教友们 沉起了一片天 如果你想分享的时候 需要一个的心疗 slammed神的心疗 面ழ ÉG. terus有 画家伝教卖的心疗 但 explan会他在学习 对她的心疗 来自美国马利诺修会的外籍传教室 秉持着天主慈爱的信念 在台湾中部成就许多爱的故事 而曾贤道神父从海的另一端来到台湾 深爱台湾的一切 入境随俗而且深入在地 将天主的大爱骗洒在台湾的土地上 日复一日从不歇息 数十年如一日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曾贤道神父无私的奉献精神 为世人见证了天主示爱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杨玉昕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